这个界面物件的话 new 也是一样 new 它对不对 但是不是 imprimence 从这边键 然后呢里面的话我传进来呢 一个值是 V50 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有个方法 一个value 其实实际上就是这一个 return 什么 return v 然后呢这边有一个 return 这个 return 的话呢 指的是这个方法的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有两个 return 一个是内部的 有没有 这是实作它之后 return 一个是 这一个方法的 return 实际上会去执行到它 所以基本上 return 回去的话 这个 return 回去是一个什么 一个界面物件 所以 return 回去之后的话这个 c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 ivalue的界面物件 所以特别说是界面不是只有界面 界面没有东西就 interface 里面还有一个物件 那物件就是实际上由内层的 类别帮我产生的 所以等于是说它是表 它是里 表里 OK那这边的话呢 c.value